刚刚洗好澡 然后的话呢 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车子 在这个Canada Stone这条路上 发动机打不开了 所以说 昨天晚上折腾到了凌晨的 一点多吧 我才到家 然后呢 车子打不到火了 所以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叫那个拖车 要把它拖到工厂去 然后的话呢 对 然后现在车子就在工厂了 车子的刚刚修理厂给我打电话说 也修好了 OK 所以我今天准备过去拿车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人生呢 真的是难以预测 谁知道 车子突然间开着开着好好的 我是去到一个parking lot 去取东西 结果在我取好了东西 回到车上的时候 车子就打不到火了 那么现在的气温又没有那么凉 才零上6度吧 昨天晚上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等一下我就准备去取车了 那么在去取车的时候呢 之前我真的很饿 我也不想做饭 因为心情不是很好 修车肯定是要花很多钱的 在加拿大 那么的话呢 既然钱怎么都是花 留着的话呢 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给它花掉了 所以我自己点了外卖 点了哪家 我点了这间 就是 Origino gels 来看看 我点了一颗 然后 这个叫做 Citter salad 然后还点了一个 哎呀这个看起来很不错 汉堡和 汉堡和 对 这是老外店的东西 嗯 噔噔 这个叫做 脆酥鸡汉堡 和加拿大特有的 Poutine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的 Citter salad 好 好 等一下吃完 我就准备去到 修理厂去取车了 我去取车呢 准备坐公交车前往 那么的话呢 在温尼泊坐他的公交车 有几种方式付费 一种的话呢 是去到shoppers那边去买 那种纸质的连票 但是呢 我不准备去那边去买连票 因为太费时间 那么我就从我这兜里面呢 发出发现了两张卡 那么这两张卡呢 是我当时还是学生的时候啊 呃 买的 呃 已经很多年没用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但是一会上车上去看看 呃 一张的话呢 是呃 上学的时候 学生卡 那么学生卡的话呢 是有优惠 那么另外一张的话呢 是正常的这个配够卡 在温尼泊乘公交车 哦 你可以去用 所以说 呃 多少钱一次呢 现在官网 我刚刚查了一下 是3块05毛 呃 05分 sorry 现在的官网是3块05分 所以说 现在呢 我知道 呃 这张卡我是不能用的 因为我已经毕业好多年了 所以说 这个就放在这里 那么的话呢 这张卡我记得 我有应该往里面充钱 就是in case 哪天会用 哦 那么 但是这个太多年没用了哦 最少能有两年多 没有用过这张卡了 那里面因为还有5块钱的押金 所以说 他应该不会给我停掉 我一会儿去试试这个 但是里面有多少钱我也不记得 如果这个行不通 呵呵呵 那就用这个办法 哦 怎么样呢 付现金的话呢 你就可以跟司机要一张票 好 那张票的话呢 会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有效 你可以再用那张票 无限次的 呃 转车 OK 那么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在温尼泊 做公交车的感觉吧 然后再去之前的话呢 我需要下载这个软件啊 这个软件呢 呃 就会 嗯 显示出所有温尼泊的这些 你附近的一些巴士 包括有的时候 他也会显示出来这个Uber OK 那么的话呢 Blue Line就是 呃 温尼泊的一条 快速的呃 公交车路啊 我们温尼泊这个地方 现在还没有地铁 也没有这个别的东西 然后呢 你在这个位置 就输入什么呢 输入你的 呃 要去的地方 好 那举个例子 我想去 呃 随便说个吧 呃 我想去这131 Albert Street 然后点开 呃 不知道清不清楚这个画面 呃 但是我尽量 呃 你看哦 你就想说我要去这个 Albert Street 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呢 他就会在上面给你显示 哦 车子会在31分钟之内过来呀 然后要准备出门呢 然后再去做这个Blue 的这个车 先做676 然后再做这个Blue的这一个 OK 所以是点开看 OK 他会告诉你 该怎样子走 然后你就点 Go 那 意思是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 车子会到我家门前是15点43分 哦 现在又显示44分了 然后的话呢 走路三分钟 然后搭乘6765公交车 然后的话呢 在 Chancellier Southwest Transitway 这个地方下车 下车之后再走三分钟 转称Blue Light 然后的话呢 再走11分钟 就会到我这个地方 OK 我觉得这个软件还蛮好用的哦 假如说你想用的话 你就点Go OK 然后到了时间 他就会提醒你啊 你要出门了 之类怎样的 所以真的是还蛮方便的哦 好 呃 话不多说 呃 这个坐公交车前的准备 已经准备好了 卡 啊 OK 能用 即用 用不到 付现金 然后的话呢 这个软件 等到了时间 他就提醒我 然后 距离公交车来的话呢 还有 呃 八分钟 所以说我现在就提前出发 因为加拿大的公交车 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准时 但有的时候吧 他也 提前一分钟两分钟 到真的很奇怪 所以呢 我决定 提前出发 然后呢 在出发的时候 我刚刚给大家 那些东西已经都准备好了 现在的话呢 要做的就是 把头盖上 眼睛戴上 口罩等一下上了车 现在因为没有人还好 等一下上了车就要这样子 啊 大概要盖 一个小时左右 呃 也许还不止 等一下 呃 上了车 再开始计算时间 总之 我从家里面 如果开车去到那边的话 不过也就是 嗯 我觉得二十分钟会到吧 但是如果坐公交车 可能会比较久一点 那就拭目以待 现在在公交车上 看 只有我一个人 前门 后门 然后在加拿大的话呢 他 如果想下车 要转这个线 拉这个线 拉这个线 就 司机就会听到 就可以下车了 在温尼泊的公交车上 上车 基本都在前门 那么下车的时候 你可以在前门下 也可以在后门下 除了刚刚那条 黄色的线 这个按钮 也可以按 肆意试机 去停车 如果您不按 可能前方 没有顾客上车 那司机可能 就不停车了 很吵 你犯了 这个时候 这个位置 这么大 本人 也是 那么 这个位置 各样 可以 然后 里面 听 没有 没有 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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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